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是《高难度沟通》 现实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来自生活工作的各种沟通难题 如果是一味的争论对错或者推诿责任 除了使沟通陷入僵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些比较实用的技能来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 例如说如何打破沟通僵局 如何化解沟通冲突 如何说服想要说服的那个人等等 在《高难度沟通》这本书里面 作者贾森杰一和加布里埃尔格兰特 帮我们分析了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 还介绍了沟通陷阱里的四种常见的诱饵形式 如果学会这些就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谈话的僵局 成为人际沟通的高手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沟通为何会陷入僵局 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好接受的事物 可能到了我们父母那边就变得非常难以接受 例如之前最让年轻人头痛的问题之一 就是如何劝说固执的父母戴口罩 对着父母长辈好说歹说 千叮名犯嘱咐 结果对方全然不当一回事 反而怪年轻人大惊小怪 然后逼得一众年轻人纷纷上网吐槽 劝爸妈戴口罩太难了 其实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职场当中 我们都经历过说服他人的场景 都曾因立场观点理解的不同与他人产生过争吵 结果就是越吵越糟糕 到了最后想要实现最初的目标也变得遥不可及了 像这种反复进行的沟通 却无法实现我们想要的目标的情况 就是陷入了沟通僵局 在沟通僵局当中 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沟通双方对问题性质的认识和解决方式 无法达成共识 比如说父母长辈和年轻人对疫情的认识就存在分歧 父母压根不理解疫情的严重性 这才导致了年轻人与父母对峙的局面 沟通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他人 沟通会陷入僵局 有时候是因为外部的阻碍 但更多时候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出于种种原因踏入了沟通陷阱 沟通陷阱中埋藏着各种各样的诱饵 这些诱饵可能是我们内心渴望的东西 也可能是与我们目标相抵触的需求 通常来说 诱饵可以分为自以为正确 自以为代表正义 自以为确定无疑 和自以为安全这四种基本形式 只要认清了诱饵 我们才能爬出或躲避沟通陷阱 那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这四种常见的诱饵形式 第一种诱饵叫做自以为正确 对于同一个问题 不同的人看法可能相同 也可能不同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看法 就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实际上 受从小养成的正确 能带来奖励的这个观念的影响 我们潜意识里总是不自觉地 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开口闭口都是他们应该 我认为某某事情是正确 所以你必须如何如何做等等 比如在电影《囧妈》里 妈妈认为身时喝水力膀胱 就逼迫儿子不停地喝水 妈妈认为儿子应该吃饭了 就不停地追问儿子要不要喝粥 妈妈认为肉吃多了会得脂肪肝 就坚决不让儿子吃最后一块红烧肉 这第二种诱饵叫做自以为代表正义 现实中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你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也很简单 你的真实想法可能尚不得台面 只有给自己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 才能对自己更有利 比如说在《撒娇女人最好命》这个电影里面 黄晓明和女朋友请同学吃饭 上来就一份爆炒兔肉 黄晓明的女朋友为了体现自己是个善良的小女人 对着黄晓明撒娇哭诉 怎么可以吃兔兔 兔兔那么可爱 你这样太残忍了 这第三种诱饵叫做自以为确定无疑 不确定性意味着未知 就可能出现风险 就可能引发恐惧 而确定性就意味着安全 意味着无需改变 按部就班就能够成功 相比于不确定性带来的糟糕感受 我们的内心当然是更倾向于确定性的那种美妙感受 因此我们常常忽略了现实环境的复杂多变 直接照搬以往的成功经验 比如有些父母会要求大学刚毕业的子女回家考公务员 当子女有不同意见时 有些父母就会表现得非常生气 还旁敲侧击 试图用各种方法去影响子女 这第四种诱饵叫做自以为安全 当人们害怕出现不好的谈话结果时 自以为安全的诱饵就会出现 使得人们躲避谈话的行为 比如有些姑娘就是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 可是他们又不敢跟父母直接说 害怕受到父母的责骂 甚至被父母强压着相亲结婚 因此这些姑娘处于防卫心理 就选择了沉默 直接逃避关于婚姻的谈话 再比如 你以前曾向你的老板提出工作量大 需要更多的人手的请求 结果老板不但没多安排人手 反而给你增加了更多的工作量 这次惨痛的教训呢 让你现在即便不爽工作的繁重 也不敢再去跟老板沟通 增派人手的话题了 我们接着来聊聊这第三部分 如何打破沟通僵局 解决人际沟通难题 我们已经知道了 谈话陷入僵局的原因 也认清了沟通陷阱中的诱饵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关注内心 重启谈话 打破僵局 接受冲突 首先我们要重回内心 看清自己最关心的事情 沟通是有目的的行为 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 偏离了最初的目标 陷入了沟通僵局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关注内心 重新找到自己最在乎的事情 因此不妨先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关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在这一阶段 最重要的就是审视我们的内心 反思之前的谈话 解开事物的表象 深入挖掘出最本质 最根源的东西 其次我们要重启 陷入僵局的谈话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谈话陷入僵局 双方都有责任 如果强迫对方承担他的责任 这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激起对方的防御和抵触心理 进一步加深冲突和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主动向对方 承认自己的问题 为僵局的产生道歉 那么就能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 帮助双方走出之前的僵局 进而才能重启谈话 在这一阶段需要注意的是 道歉必须真心实意才会有效 有效道歉一书里面是这样解释的 有效道歉包括五大要素 即明确承认造成伤害 完全承担责任 明确表示懊悔 主动了解伤害并做出补偿 承诺下不为例 并对未来做出新的承诺 当然如果害怕当面道歉 也可以选择写信发邮件这些方式 当我们向对方真诚的表达歉意 说出对不起三个字时 无论对方能否转变他们的看法 我们都跳出了之前的僵局和陷阱 双方重启谈话 也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后我们要接受谈话中的冲突 化价值观分歧为动力 谈话虽然重启了 但是价值观的分歧并不会消失 僵局依然可能发生 我们要做的就是 接受彼此的价值观差异 把冲突转化为新谈话的推动力量 化解谈话中的冲突 摆脱谈话中的僵局 一般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 读懂别人的潜台词 避免就事论事 在谈话时 一方面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避免因情绪过激产生矛盾 那另一方面 我们要理解对方的情绪 关注对方的价值观和关注点 考虑到对方未说出口的真实愿景 第二步 承认自身的矛盾 为分歧承担责任 谈话的分歧常常来源于对方的价值观差异 我们需要向对方说明不同价值观 是如何导致分歧的 并坦诚自己在分歧中形成责任 第三步 双向思考 向对方表达打破明显价值观冲突的意愿 我们得承认双方价值观都是正当的 并努力寻找能让对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第四步 探索新空间 关注未来的可能 我们要做的就是跳出当前的局限 探索一种可能性 商讨出全新的解决方案 戴尔卡奈基曾说过 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依靠专业技术 而85%却要依靠人际交往 有效说话等软科学本领 由此可见 人际沟通能力的重要性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我们都能跳出沟通陷阱 摆脱沟通僵局 轻松应对人际沟通中的种种难题 那本书的内容 共读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生活和职场中的绝大多数问题 都出在沟通上面 沟通陷入僵局后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 轻则浪费时间 降低工作效率 重则可能损害家庭和人际关系 影响职业发展 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学会高难度沟通 在本书中 我们介绍了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 讲述了沟通陷阱中的四种诱饵形式 还有如何打破沟通僵局 如何化解价值观冲突 如何成为人际沟通的高手等内容 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只有不会沟通的人 只要提升了人际沟通能力 我们都能说服自己 想要说服的那个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 欢迎把我们的内容 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 同时也欢迎您在我们的留言区 与我们留言互动